這一部微電影的話它主要是因為就是故事內容是一個女特務 跟一個就是男警員的一個算是一種匪夷啊 然後也有一種就是情愫 然後所以說我們裡面有激情的戲 它有點懸疑片 就是它有一點動作的戲 因為現在一般的微電影可能都比較青春洋溢 可能比較愛情故事 可是我們這一部強調的就是 科幻 對 科幻 然後有很多的特效的部分 所以這一部戲其實會蠻顛覆大家對我們兩個人的想像 可能在節目上覺得好像兩個人就是刷嘴皮子然後嘴劍 沒有 我們這部戲真的有動起來 對齊就拚老命了 每天還有加倍的 真的連開一個門我都可以開半小時 因為導演對這個很多動作的精準度比較要求一點 所以變成是我們兩個人要變得很俐落 就是真的要有那種武術上升的感覺 就好像覺得你每一個動作裡面都有一點真功夫 對 然後重點是你知道嗎 連開車的時候也要有些技巧是真的 對 但是你也知道就是 這個東西需要點真技術的時候 有人都開車技術就不是很好 哈哈哈 也還好啦 要不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你今天對千萬人跑車做了什麼事 就是 這個破壞狂 說來聽聽 沒有就只是發生了一些小意外 沒有他就很輕微地帶一起來說 你知道我剛把他跑車撞了嗎 我說哇 你這麼冷靜這麼淡定喔 他說 沒有我就是A到了 然後我說 那車主心有低血吧 他說 嗯 對就是氣有掉了一些這樣 欸跑車漆掉一些 考一考 也要有個 你看之前在法拉利捷 對不對 考期花了多少錢 對 這一套 洋裝就是已經 已經以走光為路線 沒有啦沒有啦 就是說 就是說他穿脫容易啦 然後就變成是為了戲裡面的造型 就是說特務的換裝要非常的快速 所以你知道衣著就是 輕薄短小好攜帶 嗯 三秒鐘就可以馬上換另外一套 對三秒鐘就可以換裝 對 因為在這樣的要求之下 然後又希望有一點神秘的色彩 對 所以才會用這種大紅色啊 然後比較 呃可能是簡單的線條 可是又 比較強調身材的部分啦 嗯沒有錯 就是希望這樣子 可以讓這個電影的 可看性跟吸睛度可以再高一些這樣 那防護措施當然都有做得很好啦 滴水不漏 沒有錯 你說重點是我覺得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部戲除了科幻之外的話 其實我們裡面晚一點我們也會有激情的戲嗎 上演 我真的不敢想像這件事情 真的 我一直想要誘惑導演說導演其實可以給我一個帥氣的男模嗎 就是 你知道 對 因為我跟瑞琦真的太熟了 你叫我非禮他真的 怎樣 也沒有 也沒有 晚如親兄弟一樣 哈哈哈哈 有一種亂倫的感覺 對 不太好 序域裡我上一個戲劇作品 真的勾起我很多回憶耶 幾年了 感覺好像是 對 感覺好像是沒有那麼多年前啦 但是就是 有一陣子 然後 的確有一點小小的戲隱犯了 但是 呃 微電影跟戲劇最大的不同 就是說 我們等待的時間可以不用那麼長 對 然後 畫面上可能來說會來得更精準 沒有欸 我等你等很久 你是在等我嗎 對 我只能說 我們兩個現在是生命共同體 對 就是緊緊牽在一起了 對 我們兩個也會為了要拍電影 然後捨棄的主持 哈哈 我們多久沒開棚了 對 但變成就是說 呃 覺得有一個人可以幫忙一起打拚一個新的方向 其實我覺得還蠻好的 對 而且 兩個人有一種互相激勵的感覺 然後又有一點小小的競爭 然後但是又互相的彼此鼓勵 所以那個單曲的部分的話 也是要共憑其見 也是一人一首啊 好 重點是 重點是你知道我們單曲 妙的點是 大家一看到我們應該覺得 比較適合唱抒情歌之類的 對不對 我們竟然會挑戰嘻哈欸 還有rap喔 對 真的 是 是我唸還是你唸 呃 很像是我 算了算了算了 感覺好像 是我的口才比較溜一點 哈哈 對啦 反正就是 呃其實這個東西會變成是 有很多全新的嘗試 大家想像不到的 跟我們以前沒有嘗試過 其實我覺得都可以做 因為這樣反而會讓 我們兩個人有一些挑戰度 然後對觀眾而言也有很多的新鮮感 而不是說只是 呃在節目中啊聊聊包樣啊什麼的一些心得 其實我覺得 也給大家有很多的 呃一些新的激勵啦 真的 對就是說藝人其實都一直在充實自己 我們一直不斷的求新求變 對 就多多支持我們 真的 一樣支持特務 對特務 真的 而且重點是我覺得有個忘了講 你知道到時候看特務的對 只要你上網加入會員 對 然後告訴你 每個人可以免費獲得一副變色的眼鏡 喔對 因為我們這部戲的最大的一個賣點就是 因為特務嘛 就是要有點神秘跟爽帥的色彩 對 所以眼鏡對我們來說就是互不可缺的一個配件 對 那這副眼鏡呢非常的特別 也就是在黑暗中跟在強光中 它自己會變顏色 對 除了保護你的眼睛之外呢 其實是一個非常酷炫的造型 沒有錯 應該很好的造型 對 重點是只要看就可以得到 而且還寄到你家 你不用你富裕 對 而且這個眼鏡非常的輕 然後又好戴 然後重點是它的外型非常的亮麗 沒有錯 對 我自己本人已經凹了好幾副了 對 對